大家好,我是梁志祥 又有事和大家討論 5月份曾經出了一條 公職人員宣誓條例 其中區議會員要進行宣誓 但到今日,這些公職人員都未宣誓 原因是甚麼? 原來政府正在草以一個負面清單 這個負面清單是指他們曾經參加初選的人 或者在初選他們拿了議員辦事主出來 做初選配合工作的區議員 他們將會被列入負面清單 如果一旦被列入負面清單 他的宣誓便無效 即是說宣誓官不會信納他的宣誓是真誠 以及是愛國者 所以很多人即時有擔心 也有媒體計算過 原來超過170個區議員 會被我們俗語說DQ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覺得政府這次做得夠徹底 因為如果這些公職人員是非愛國者 而不真誠地支持一國兩制 真的要DQ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都在這裡 期望政府盡快進行宣誓 但是宣誓會不會產生一個後果 令到區議員沒有了 有一批區議員沒有了 不是所有區議員沒有 現在總數有400多個區議員 只是少了一百多個 其餘的區議員要肩負起 為市民服務的工作 也有人說 如果這些區議員被DQ的話 那會否補選 我就認為不應該補選 因為區議會現在作為一個地方議會 所以它不是一個體制裡面的決策議會 所以它諮詢民意還有很多渠道 例如分區委員會 其他的地方議會 是可以幫它做出一個政府 做諮詢的渠道代替它 所以其實補選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我們是不會贊成再補選的 因為這個補選並不能夠 代表著會有一批真正的外國者 再進入議會 所以在這個選舉制度的新建立之下 我們認為區議會都要檢討 目前的選舉模式 令到我們的愛國者真正能夠進入議會 包括區議會去服務市民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